大家好,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韓樂吳舍己助人 從前從前有一個人名叫韓樂吳 他是一個做磚碗工人 韓樂吳家裡很窮,但是 他和朋友相處都是親切嚴厲的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隔壁的鄰人 來找韓樂吳說 能不能見我一點米,我們家的米吃完了 等過幾天再買給我們 韓樂吳聽了,就走進廚房 他看見爐子上燒了一鍋飯 那是今天家人的晚餐 而泥桶裡只剩下一點點米 韓樂吳想了想,就把 米桶裡的米所有都倒了出來 借給鄰人 等鄰人走了,韓樂吳的太太 就走出來對韓樂吳說 你把米都借給別人 你把米都借給別人 那我們明天還吃了什麼呢 韓樂吳聽了心平氣和的對妻子說 我們家雖然混成混,可是今天晚上還有飯可以吃 而我們困難在明天 而鄰人困難是今天晚上 為了救助鄰人 我們還是先把米借給鄰人才對呀 韓樂吳的妻子聽了做飯道理 就不再說什麼話 後來鄰人知道了 對韓樂吳感激的不得了 小朋友,常替別人著想 是累積自己的福氣哦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